结婚三年 我们终于在今年 补上了我们的新婚旅行 十个小时的飞机 终于来到了南半球 享受五月的秋天 你去哪儿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 旅途中我看到的澳洲吧 路上的行人穿衣 真的会让你怀疑 到底在什么季节 街头表演的人真的很多 很多产品都可以看到烤辣的身影 澳洲街头的鸟不是鸟 是街中一霸 超市进门就是卖鲜花的区域 有很多可可爱的麦片 似乎真的很爱三明治 而且量真的超大 好像没有什么澳洲菜 反而中餐特别多 早上七点 咖啡厅会坐满的人 都在吃brunch 甚至会怀疑 他们是不是不用上班 吃饭真的非常贵 随便吃一顿 一个人也要小一百 很多居民的住宅 都是小小一栋 可可爱爱 很多建筑看上去都非常古老 我住的民宿 甚至有一个感觉 从泰坦尼克号班过来的老旧电梯 很多餐厅门口都会放 可以让狗狗喝水的盆子 墨尔本和悉尼都是轻轨 悉尼的轻轨还是双层的 甚至椅子都可以自移换方向 大众交通真的巨位 一次就是12以上 澳洲过马路一定要按这个按钮才可以 不过在旅行途中 也两次收获了来自陌生人的惊喜 意外的得到两张背影抓拍 都是陌生人悄悄把我们拍下 等到我们走了好远 才小跑追上来 乐呵呵的用airdrop给了我们 还不停身在 看起来真的很幸福 所以拍了下来 收到来自陌生人的小感动 感觉旅行也变得更加温暖了 感谢观看